歡迎來到新聞大敗話 我是羅旺哲 再來看到中印來爭奪斯里蘭卡 因為斯里蘭卡現在總統大選 快要到了 現在變成中國跟印度的拉鋸戰 因為斯里蘭卡的地理位置 它處於印度洋 看地理上非常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這個島國横跨了全球一些 重要的海上關鍵 9月21號斯里蘭卡 將要從39名的候選人當中 選出下一任總統 39名選一真的是 真的是蠻多參選人 那也是斯里蘭卡史上 候選人最多的一次 那這次的關鍵點在哪裡 選出了這個總統參選人 候選人的這個總統 將會決定 到底是會轉向印度還是中國 那看現任的總統 他其實是有效來平衡中義關係 他有獲得印度的大量投資 同時也跟中國保持合作 那下一任總統會不會繼續維持這樣的關係 大家也在看 那中私關係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大陸將斯里蘭卡視為 一帶一路的關鍵極點 承諾將會開發戰略的基礎設施 包括像一些港口還有機場等等 接下來都有可能會來做一些開發 那解放軍跟斯里蘭卡 更建立更密切的防務合作情況 那與此同時印度跟中國的軍艦 也同時提靠斯里蘭卡這個地方 可以看出來 其實大家都想要爭奪斯里蘭卡 所以現在印度的國防官員就說了 中國的軍艦現在已經在印度洋停留時間 獲得比較多 那現在也讓印度面臨到一個重大的挑戰 那這個風向是不是代表斯里蘭卡 比較接近中國的感覺 現在大家也在看 那南亞的地方 其實很多國家開始也慢慢轉向 跟中國開始交好了 尤其像孟加拉他也輕盈的總理 現在都辭職出逃了 那更別說過去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他會了 尤努斯還會見了大陸的大使 來爭取中國的太陽能板 能夠輕盈到孟加拉 甚至軍方也跟他達成共識 要組成臨時的政府 然後支持當地的 這些綠色轉型的一個情況 再來看到尼泊爾 尼泊爾現在新政府也向大陸示好 撤回T-TALK的禁令 甚至尼泊爾的邊境居民 還可以持政來進入 出入西藏 看得出來 把這個門打開之後 大家看起來交情更好了 那馬爾地夫 現在也跟大陸簽署了 FTA自由貿易協定 在9月 就是今天開始 要9月1號開始生效 再來布丹 我們看布丹的 衛星的影像顯示 在布丹的境內 迅速增加許多定居的居點 那這個點就變成說 邊境的村莊都建立起像這樣子的長城情況 看得出來關係也是蠻緊密的 再來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那個不用講 他直接說 哎呀 中國根本就是我們的鐵哥們 哇 這個感情 用這句話就可以代表一切了 那遠來看的話 現在中國跟印度談判 是不是沒有結果呢 印度外長說 我們不論是在 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討論 中國問題的國家 他怎麼說 他說印度有個特殊的中國問題 超越了世界上的普遍中國問題 中印兩國的邊界和關係的要求 來自於中國投資進行審查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國跟印度四個軍艦 在印度洋正面對直 看起來情勢也是蠻緊張的 那邊界談判 現在印度重申紅線 現在沒有能取得突破 顯然兩國在這個議題上 看法不同 因為已經第31輪邊界的磋商了 討論這麼久還是沒有共識 那印度就說 現在希望能夠跟 中國大陸的高層 進行政治對話是必要的 那莫迪很有可能在10月 參加這個金磚的峰會 跟習近平來參加一對一的談話 那我們知道 邊界的基礎建設是重中之重 也是通往列城的第三條的路線 現在要全面展開 印度的國防部優先展開 中印邊界的道路計畫的指定項目 未來幾週將完成 第三條通往列城的道路 那這個列城道路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現在看到 印度的空軍重兵 是駐紮在列城基地 那是針對中國的 那印度的陸軍過去五年 一直在中印 這個邊界實施一些 這個軍事的部署 包括火炮還有坦克等等 在連山上的這個掩體 都清晰可見 好 那我們再看到中越 中國跟越南的關係加深了 是不是因為西土戰略來結盟 來聯盟呢 這個中共的廣西自治區的書記 有率團訪回越南 簽署鐵路合作備忘錄 簽了31項鐵路的這個備忘錄 那現在大家才是不是要跟 美國來爭奪越南的西土開發 或是提煉 那大陸的西土集團呢 拜會了越南的國產委主席 那所以這樣看下來之後呢 中越如果在西土的開採 或是鏈製上有深化合作的話 可能進一步提升 中國在全球西土供應鏈上的 地位跟話語權 看得出來至關重要 好 花果來先請教一下介大使 介大使你怎麼看現在 斯里蘭卡的大選 好像跟印度跟中國 也呈現一個拉鋸戰的情況 對 斯里蘭卡事實上 他被政變的 被離開斯里蘭卡總理 哈希娜他就曾經說過 他說如果他把同意把 斯里蘭卡 這個就是他們國家的一個島 租借給美軍的話 他今天就不會遭遇到這個狀況 所以他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說他基本上就是說 他的政變是在美國人在背後 在運作的 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 就是這個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問題 這是斯里蘭卡 所以就是說 整個來講就是說 在南亞的部分 印度本身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印度實行一個 所謂的南亞霸主的政策 大印度政策 所以他跟所有周邊國家 都發生過戰爭 或者甚至就是說很多領土的糾紛 領土邊界都不是很安寧的 以斯里蘭卡來講的話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他的北部的塔米爾之湖 那麼中間外力的援助之一 就是印度 因為這個種族 基本上跟印度南部的 塔米爾族是同樣的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就變成說 印度是想要控制 他周邊所有的國家 所以這個部分也就變成 周邊的國家都希望引進 其他的勢力來制衡印度的力量 最大的力量當然就是中國大陸 沒錯 所以過去就是說 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在南亞的這些紛紛擾擾 基本上在中印邊界 中國中印邊界反擊戰以後 1962年1961年之後 那麼這些被印度欺負的 這些南亞的小國 都去尋求中國大陸的協助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局勢 當然其中還有就是變成 還有這個美國的角色在裡面 美國當然希望印度跟中國大陸 要有衝突 可是問題現在就是說 中國大陸對於這些南亞的國家 有海岸線的國家也好 或者說在喜馬拉雅山 深處的這些國家也好 有中國提供大量的軍事 就是經濟還有發展的援助 這個是印度做不到的 印度自己本身都還沒發展 經濟都還沒有改善 所以我覺得印度現在感覺的壓力 是越來越大 是 斯里蘭卡跟印度的關係 是越走越遠 越走越遠 斯里蘭卡的戰略地位也非常重要 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印度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水域 因為這個是中國大陸 尤其能源的一個生命線 雖然中國大陸希望從巴基斯坦 從這個直接就直接油管接了 巴基斯坦的這個靠海的部分 直接油管接上去 然後從中國的新疆進去 可是這個還在進行當中 另外一下中國大陸跟緬甸 也在進行這樣子的合作 腳漂港也在建 不過整個來講的話 中國大勢必要在印度洋 把這個軍事的力量 尤其是海軍的力量送進去 所以印度感覺到很多的壓力 美國也不希望看到中國的力量進去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地區 將來這個中 印 美之間的角力關係 三國角力都在裡面 對 會越來越激烈 是 好 請教李教授 對 我們可以關注一下 這個中國大陸跟越南關係 也是非常的複雜 因為這一次劉寧去了越南訪問 其實他就是緊接在 這個越南領導人蘇琳 才剛剛結束對中國大陸的訪問 他剛接任領導人沒多久 來去中國大陸訪問 這一次劉寧去 其實基本上對越南的高層也是 該見的都見到 一網打盡 從主任到總理 范明正 副總理 外長 經貿部長 還有包括地方的這些 重要的一些越南的高層 從胡志明市到海南 海防市等等都是 那這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簽了很多的合作備忘錄 31項 31項 裡面從邊境的物流 農產品 交通 基礎設施 到旅遊等等 但大家最關鍵的還是 最有興趣的地方還是 所謂的交通運輸方面合作 鐵路 尤其是鐵路 因為這鐵路的事情 在上一次 去年習近平去中國大陸訪問的時候 就已經在做很多的鋪陳跟琢磨 因為中越關係 即便是有些譬如說南海的糾紛 或歷史的清潔 但是以實務上來講 中國大陸畢竟還是越南的最大的貿易夥伴 去年的貿易額將近是1700億美金 越南的對外貿易 將近四分之一是跟中國大陸有關 25% 比重非常重 所以去年底 習近平訪問越南 一直到今年所鋪陳就是 中國大陸希望在越南的很多鐵路建設 甚至包括高鐵 都有它重要的角色 這裡面有幾條 一個是升級既有的鐵路系統 越南 老街河內海防 剛才圖卡裡面特別提到 這有穿越到越南的稀土的礦場 很重要 還有升級 就是亮山到河內的現有鐵路 還有包括盲街海防的沿海鐵路 更重要的是所謂的高鐵 因為越南要建這所謂的南北高鐵 因為它的國土非常的狹長 將近1500公里的高鐵 其實已經談了20年 這其中包括韓國 早前也有包括日本等等 都有各式各樣一些事情的規劃 籌資 各式各樣的方案 但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最後的定案 但是可以看到這一兩年 其實中國大陸的這個 蠻積極去做琢磨 希望能夠在裡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為它這個建起來的數字 還是非常的天文數字 有各種不同的評估 將近500億 600億 700億美金都有 那現在看起來為什麼 實質沒有辦法定案 有點感覺是越南能夠希望 從中國大陸那邊 得到更優惠的一些條件 包括經濟 包括貸款 包括合資 包括成立共同公司 仿照中國大陸在其他國家的做法 所以這是中越關係裡面 最務實的一塊 好 請教平哥 其實印度也只是一個很有趣的國家 也就是理論上來講 美國是一直積極想要拉攏 印度加入所謂的印太戰略 你的戰略都叫印太 印度都不參加 那叫什麼印太戰略 可是印度就是若即若離 就是一副 我也不太想聽你美國人的指揮 那當然印度會選擇這樣 是可以理解為什麼 因為美國通常對他的盟友 會要求很多東西 要他配合美國 印度是不太願意配合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就變成美國的印太戰略 因為少了印度 根本印太戰略又搞不起來 可是印度又一直認為 整個印度洋就是他的 所以他任何人入侵印度洋 或是勢力延伸到印度洋來 他都高度關注 所以他這幾年 一直不斷的在注視 中國大陸 他每年都在算 他每年都特別出報告 中國大陸的潛艦來多少次 軍艦來多少次 經過印度洋多少次 他都一直在棄算 算得一心二楚 對 但是現在整個局勢 其實慢慢變得 對印度有點不利 因為你看 剛剛你們提到的 馬爾地夫 布魯丹 巴基斯坦 孟加拉 然後這些圍繞的 印度周邊的這些國家 斯里蘭卡 一個一個跟中國大陸 不是關係變得越來越好 你講是哥們 對啊 基本上就是 跟中國大陸越走越近 那幾乎已經把 整個印度都包圍住 等於印度所有鄰國 幾乎都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在正向發展 那這對印度來講 當然是隱憂 變成在戰略上 他就缺乏優勢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印度當然 對他想要跟中國大陸 爭霸的這個想法來講 這是一個嚴重的阻礙 可是印度因為自己國內 有太多的問題 所以儘管他的 他一直不斷的在去追求軍力 印度其實軍事預算很高 他還有兩個航母戰鬥群 然後現在在製造這個 核動力潛艦 他一直想要追上中國大陸 可是印度自己本身 內部問題重重 他其實在軍事上 常常會出現 你看起來武器裝備 好像很新穎 可是整個軍隊的協調性不足 那自己的後勤 這些裝備也問題重重 所以印度如果不把他根本的 體制問題解決的話 我覺得他想要去跟中國大陸 競爭根本是不太可能的